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郑别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各位芒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我们就谈谈这个富豪女 《慕玉瓶》很有名,其实没有这件事件 我是不认识慕玉瓶什么人 周太多过认识他 对,没错 有些人说 繁花其中一个角色是他,我不知道是不是 原来这个《慕玉瓶》 亦很罕见地爆料 什么事? 原来他说出当年为什么要对杨公鱼动手 2002年的时候,上海前首富周正毅 大家知道他就是太太慕玉瓶 因为是星巴巴亚周小姐杨公鱼 轰动一时 报道说他和周正毅,即是杨女士 和周正毅有断情 慕玉瓶就在铜锣湾著名的意大利餐厅 当众整了一项 更加执问,你敢搞我老公 这时候更加表示 我是唯一的周太太 其实杨公鱼多年之后曾经承认 就说给周正毅 用花言考语握 才介入了周正毅和毛玉瓶的婚姻 他当初跟我说 他当初跟我说没有老婆 应该说他当初没有说的有老婆 是准确的 后来我发现我是第三者 我自己也很受伤 当然,而之前 因为被扳令破产 所以近日 毛玉瓶很活跃 是否因为自己有些事情 已经不需要再顾太多呢? 说真的,毛玉瓶也挺好的 挺漂亮的 周生的眼光也挺好的 是的 接受访问时他就特意重提这件事 他就说 对于杨小姐 我只是做了很多女人 想做但不敢做的事 他跟成龙不同 成龙就是做了很多男人 天下男人都会做的事 错事 都会犯的错 最搞笑的是 杜法主说很多女人想做但不敢做 但我又敢做 他也说 周公子外面很多女性朋友很喜欢他 这件事很正常 优秀的人一定有很多人喜欢他 但是毛玉瓶 他觉得自己也很优秀 所以不怕周正毅离开自己 被问到 知不知道周正毅和杨公瑜怎么认识呢? 他就说 他就说 是通过 大家都是上海人的 杨公瑜的妈妈认识的 原来是杨公瑜的妈妈 是让他们认识的 杨公瑜的妈妈应该都知道 是有家室的 你怎知道人家是否介意 根据他这样说 他说不知道 我们也引述的 周正毅都跟杨妈妈说 王美耀老婆也不出奇 也不出奇 也有这个机会的 上海应该是人都知道的 是的 这个周正毅 毛玉瓶说 他经常开发拉里去横店探班 然后还帮他在香港 租了12万一个月 我记住在借庭峰楼下 他就住楼上 主要杨公瑜对他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升巴巴人家 毛玉瓶呢 就认为对方太过分了 我忍不住 他做得很过分 他就说 因为有一次 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 夜晚11点 上海 大雪分飞 他打电话给我 叫我老公通电话 我说 他说 叫我老公通电话之后 没有评咎问 我老公 他是谁 他就说 我老公 他说 是杨公如青 周正毅 是 我老公 我老公 原来杨公就是 我老公就躺在你旁边 在打招呼 他就说 你敢这么大胆 打电话来跟我说 是你老公 明明是我老公 还叫我老公跟你打招呼 真是好笑 听了之后非常生气 他就很过分 他竟然把周公子 当是他老公 当然 他亦都说 我等着你 我只要见到你见一 就是 利一 这样说 结果他真的兑现承诺 他真的兑现了承诺 他就说 有一次去铜锣湾 拿衣 看到周正毅和杨公如 在楼下喝咖啡 哇 真的大胆 这样真是 这么巧还是怎么样 撞到这么正 太过明目张胆 如果站在他的立场里看 没错 当然了 毛小姐就立即打电话给周正毅问 你在哪里 对方说 我自己 跟Peter 在军月 谈生意 谈生意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出来一下 看看谁在 他后来 他后来 好像拍摄 看到我 马上从楼梯上 是冲上 他就说 不要下去 不要下去 因为他打算 是冲上 结果 看到 他在这里 都很棒 哦 之后他就说 我跟 杨小姐喝咖啡 那些走 但他拘不住我 他拘不住之后 他自己走 很搞笑 他自己走 他说周正毅自己走了 搞笑 没疑气 应该一起走 对 或者先撐住 接他走 上海男人 很尊重 尊重老婆,我说尊重 不是说怕字,尊重 沐浴萍继续找梁公寓 怎知道竟然是认错人打错人 这么搞笑 老板,火遮眼都不能看错人 原来他说 我下去以后看到一个长头发女子 我一拳就吹上去 他马上转过头,很惊讶地问我 然后我发现,哎呀,打错人大祸 多不好意思啊 我马上跟他说,对不起啊 我认错了人,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我一直走进去找 就找到了杨小姐 一上去就请他吃星巴巴 之后我不解痕 又上去再请吃多个 我说,你别让我见到你,下次见到你 见一祸,来一祸 然后我就走了 他就报警 第二天 香港全部头条都是这件事 这件事 闹得很大 对他影响非常不好 然后 他就把 报警的事撤销了 这样说 其实 为什么撤销是因为你担心 别人说你 你是不是什么 因为很多人觉得 哎呀,动手 动手就不对的 但是你知道 传统的想法就觉得这些 难听点 胡理精 很多人这么想 沐浩瓶也勉励支持自己的人 不是,勉励别人 他说 属于你的你就积极坚持 不属于你的你就果断放弃 心软和不好意思 只会害了你 良心有尺寸 忍弱是有道的 人不可以被宠惯的 情亦不可以 亂判的 这句话很有道理 钱不亂判 他这么说 不少人亦都说 为什么你不向周静毅动手 一些小红书的人就说 为什么你不向周静毅动手 不是,周静毅走 你又不知道他回去有没有动手 对不对 你也不知道他回去有没有动手 对不对 亦都说 就算没有杨小姐 可能有李小姐、黄小姐、其他小姐 听闻周生也挺刺激的 什么流刺激的 可能会有其他的 但他其他都照动的 但当时的情况 遇到的情况 是没得说的 没得说的 很难忍得着 炉火 对不对 我没有说你干嘛 我没有说你忍不住 没错 好了 当然了 讲开说 有第二个 还有一位 很出名的人 就是隆亭 隆亭是什么事 大家知道早前 他就是 Hello Kiss 不是 Goodbye Hello Kiss 原来 亦有人说 这么快 这么快就被人解冻了 你知大台 就会 这个TVB 一般来说 有些感情缺失 他都会冻 雪藏很久 TVB向来 都是有 艺人 同仁镇之称 在这里 的同仁镇 特围出来 除了演技好 还有 有关系 亦都要听话 对于不听话 又行差答错 怎么办呢 工作量大减 重的时候 雪藏得不能动 甚至雪到合期 合约到期 亦都大有人在 所以看到 这个隆亭 这样算不算是幸运呢 我都觉得算是幸运的 因为 始终 说真的 他又不是 有什么后台 我相信没有什么后台 后台就是那个高层 对啊 阿顶你对啊 对啊 你对啊 他说是普通朋友 我断估 你朋友 如果令到你朋友 在事业发展方面有影响 你也要发挥自己高层的影响力 这是我断估 是 原来在TVB角度 很多人觉得 感情事是复杂的 打个比喻 某位小生力捧他 当然如果他追某个小花 太过分 可能就被 召唤了 如果涉及第三者 雪藏期更加长 以前也有很多例子 钟仔就好像是 钟仔是 什么阵 梁榮忠 是 钟仔的事情 很严重 大家知道了 雪藏期往往没有准则 但多数 是因为艺人地位 还有 严重的程度 以及 是舆论多少 而有所不同 就以这个龙亭 Hello Kids 他派Kids 不是很惯 Hello Kids 人夫这件事来说 其实大约一个月 就解冻 并非 并非是长期 也可以这么说 他一个月解冻 也不算解冻 会帮他避风头 过一下冷河 是吗 为什么呢 因为 TVB是 一样 要急于安排 中年好声音 帮忙出售 稳真 另外 就觉得 这些花生来的 其实我第二条不对 他说可能是花生 所以不用 雪藏 不是 有些花生他也会输 我觉得是找银 可能是找银 是你说的 找银是重要的 但是 我觉得高层的影响力 亦有在这里体现出来 也不奇怪 也不奇怪 是 你也可以说 因你而起 或者因为 你是里面的 其中一个因素 其中一个 持份者 如果你 你不出声 和你出声的差别 是很大的 对 在你和大台 私底下 怎样谈 对他 早点出来 对龙亭可以早点出来 和迟些出来 是很大影响的 嗯 我只是 嗯 嗯 嗯 也看似Steven Steven出道以来 匪民当然多不升数 虽然他以Boys的身份出道 他也不时有参与TVB的剧集 在19年7月他就爆出 一脚踏多船事件 形象是大大插水 工作量亦大减 到现在 Steven依然是被保留在TVB官网男艺人名单 但其实他可能都知道没得搞了 没得搞了 另外那个美女 这个也很出名 就是朱志賢 2020年3月 就爆出 同已婚的一位 男士在一件事件之后 被急动 4月底 记者会之后 一直处于 雪的状态 2021年 才开始解动出席 亦是一些宣传活动 另外 这个也不用说了 出名到不得了 安心事件 都要经历一段 颇长的时间 但刚刚那段时间亦是大流行 你想搞什么活动都很难 但是 南方那边也算 解决了 落幕了 女方也有新的感情生活 结婚了 19年4月爆出安心事件 王心永更直接神仁 到了三年多 在2022年7月才透露自己 和无线电视的艺员合约 已经结束了 即是说到他合同结束 对 而且在2023年2月也将他的艺员资料 已经下架了 在大台里面 另外 还有这个也挺有名的 有段时间他很红 17年年头 郑俊宏 被踢爆 背着拍拖三年多的未婚妻 Beast 和何硬斯 好像有一段情 事件之后他暂停工作回加拿大 好像是有我的国籍 不知是美国还是加拿大 反正 亦是美国进修 音乐 不过 郑俊宏只是半冷藏的状态 事关暖情曝光后 一直出歌 只是 比较少 有公开活动 亦不至于 可否这样说 不至于断粮 郑俊宏 郑俊宏是 后来知道他唱歌这么厉害 你知道他 未出名之前 都是一些小角色 比较多 郑俊宏是加拿大籍 所以现在 也有些工作 不过 大台 其实大台是不会手轻的 一直都不手轻 是吗 所以 亦可否側面证明了 中年好声音多少人听 所以他要 有龙亭出来唱歌 可否这么说呢 可以这么说的 当然了 龙亭这件事 又 很大 最多是 HELLO KISS 还是其他人 去进一步 你又拍不到他 说真的 他现在在大台 解冻了 他又再出发 有什么活动 他都 避而不谈 这是很棒的 就算是 中年好声音 其他 同一届 或者 之前的 参赛者 都没有什么 会说这件事 免得 我也觉得 这个 冷处理是聪明的 冷处理聪明 他回应了一次 这是HELLO KISS 就没有其他 对吧 就没有其他 不过有些人 说到永不翻身 也是有的 对吧 赛峰话说不说 赛峰话说 那个时空隔得太久了 很难 因为 观众的 接受度和开放程度 隔得 因为年代太久远了 可能以前的人比较保守 现在比较开放 或者倒转 以前的人比较开放 现在的人比较保守 也说不定 所以大家的想法不同 当然赛峰话说 你说他说得是不是很激 我又觉得不是 但是 像你说的那个年代 你这样的话 你也敢说 即是 你不当其他人 是一回事 大家知道他的名言 他的名言是什么意思 一刹难的光辉 不代表永恒 而且为什么你说这句 会被人生气得这么厉害呢 因为他有 劲哥金曲主持的身份 没错 有一个 虽然他也是歌手 那时候 虽然他也是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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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很不爽 没错 好 今次来到这 多谢各位再见 主持人的歌手 主持人的歌手 感谢观看